另外因为问题猪油的事件 让民众都宁可买这个猪板油 回家自己炸觉得比较安心 所以猪油成为了抢手货 供不应求 玄花莲最大的猪肉零售商 虽然每天卖出16头猪 但是如果你想要买这个猪板油的话呢 还得在清晨6点上市场 才可以买得到 一大清早市场的猪肉摊前 就出现了不少民众 他们都是来购买猪油的 因为如果再晚一点 可就买不到了 因为黑心猪油充斥市面 民众干脆买猪板油 回家自己炸 让传统市场的猪油销量增加 像是这家猪肉商 每天卖出16头猪 猪油的量就固定这么多 原本只供应固定厂商 现在为了顾及零售 只好用分配的 每天都有新的客人来询问猪油 业绩成长了至少一倍 而且不到早上7点就卖光 如果民众想要购买新鲜猪油 就必须提早出门 以免扑了个空 民众新闻 吴正彦 华联报导